由于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 青年失业人数每年都在不断滴增 在这种情况下 也有一些希望通过创意构想 实现成功创业而努力奋斗的预备创业者 周小企业听为了这些预备创业者 准备了挑战经营项目 并对其提供支援 预备创业者正在介绍 自己的创业构想 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他们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给评委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这是一次让预备创业者们 介绍创业构想的机会 但他们已经通过彻底的准备 期待着创业那一天的到来 这是由中小企业厅举办的模拟创业竞赛 共聚集了80多位预备创业者 积极表现了他们的创业热情 听取那些创业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 对于创业准备者来说 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已经获得成功的创业者 将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们 从创业准备到创业的过程 以及在这段时间里 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 他们尤其讲述了 克服失败取得成功的经验 使预备创业者充满信心和勇气 最近网络和移动通信等 IT产业的不断发展 也使得一人创造企业 呈现出增加趋势 但为了使个人的构想变为现实 还需要经历很多过程 因此为了培养出创新的创业企业 迫切需要更加多样的项目 和创业指导专家 以及资金志愿等